谈谈郵柱行 昨天公布了业绩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它半年纯利就是 按年上升了14% 到471亿人民币 收入有10%的增长 净利息收入上升了3% 但是净手续费的收入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升了56% 不过大家现在 我想体内人 都很关注着贷款质素 截至6月底的不良贷款比率 就是去年年底 增加了0.01个百分点 去到0.83% 招行其实之前一天 也都公布了业绩 他们的不良贷款比率 就是升了0.04个百分点 去到0.95% 看完这两个数字之后 其实大家都觉得 就是资产质素的问题 大家都值得关注 看到内人相关股份 其实7月中就开始下跌 那时大家对房地产的问题 又会再次有一段新的担心 最新看到那些不良贷款数据之后 你觉得反映了最坏的情况吗 我想最主要的考虑 都是未来会不会内房债 是继续会受到一个关注 所以暂时来说 不确定性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如果就着业绩方面来看的时候 我留意到第一季 每股盈利增长接近13% 但是如果看中期的增长 就只有7% 其实第二季的业绩表现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它的股价来说 都是现时有一个稍微是售额的状况 所以就算选择内银股 来做一个投资的时候 你也要看看到底那一只股份 是不是股价已经是 偏向一个跌顶的状况 其实右储银行的股价 就不算是一个很低的位置 如果你看回2020年9月的时候 股价曾经可以下跌至3元这些水平 现在是4个多的时候 仍然是一个防守性方面 可能是比较弱的位置 如果对应一些内银股的时候 未必只是单看一个日线图来参考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是会看周线图或月线图的时候 有一个稍微长期的表现来做参考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所以现在现时来说 建行、工行这些股价才是低迷的位置 相对上右储银行的投资价值 暂时未必是这么高 如何注意用 明确的章股价 你一个小可能会 我想说 你们 Gespr poisoned am